这节课呢 我们 把接着这个位置找 找他的 去找 尝试找一下他的机子 好 那么我们接着上一节课啊 继续往上找 那么往上找的话 就找到这个r12里边来了 是不是 这个公式替换一下 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成了多少 就成了 这个我们再换一次是吧 就等于r12 加0是吧 这个0呢 我们可以跟它加上啊 这样呢 更加的清晰一点 我们看一下r12等于多少 r12的话点于这个是吧 a1308 这个数字 那我们继续高亮显示r12 r12的话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参数 参数 是不是 rsp 加28 大概率的是参数 我们看一下前边 这个有没有写字 没有写字的话 它就是什么 上层括的 参数 在上边的话 在上一层参数里面的话 它是什么 它一般有这样的一个语句 是不是 dw word etr 然后rsp 加20 然后给多少 多少 这个是参数 为什么这里 它有一个8字节的一个差距呢 因为进括的时候 它会让我们的 这个rsp 减8 所以说 这个地方 它多加了一个8 我们 看一下现在的位置在这里 我们把它作为暂停 然后 去看一下 80 90 a0 i8 是吧 找一下i8 i8的话就是 就这个地方 返回 我们上层 好 我们返回到上层i8 是这个地方 到i8的话 我们看一下 因为不是找这个rcx 而是找 看一下rsp 加20有没有 但这里我没有看到rsp加20 这段段 没有看到的话会不会还是这个rcx 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因为这里 12 看一下 这个它到了15里边去了 这个rsp加28是什么地方来的 应该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这里 这里还有个什么 还有个rsp-80 说明这个rsp的话不是上层的参数 我们写错了 因为它在这里分配了我们的局部变量空间的 所以说你看这里有个sab 就是什么 分配 就是我们的 就相当于机密 一 一 一些 局部变量 那么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rsp加0 到rsp加80 这个区间的都是什么 都是局部变量的 都是局部变量 如果真的是上层的 参数5的话 它应该什么 它应该是 rsp 要加上这个 a8 是不是 再加28 这才是 上层的那个 参数 这样加起来的话 等于什么 abc d 应该是 rsp加d0 才是上层的那个 参数 所以说这个它是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我们来看的话 这里减了之后 现在的 这个 我们看一下 rsp rsp加20 rsp加20 这里有一个 负质 但是 这个rsp加28 它是在什么地方 去 取它的值的 我们就要看这个 类子了 要看这个 类子 要么就是在这个 括里面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这样 依靠数学去 计算的话 这个我们是很难确定的 可能还要跟到这个括里面去 非常的麻烦 我们 根据其他的办法来就是什么 先把这个 这个值给取出来 这个 r12的值 取到这里 取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头部去看一下 看这个值它在什么地方 是吧 究竟是不是我们上层的rcx 我们在这个地方下个断点 看它还会不会进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现在已经 就是断了一段时间的 如果不行的话 那么我们等会来 就需要再从这个地方来重新给分析一下 先把这个公式 记录到 记录到之后 好我们 记在这个地方 等会儿 重新进来之后来 我们重新 从这个地方开始分析 也可以 那么我们先按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我们再按 如果是再找不到 我们看一下 这里个rx-78 -78是不错 前面的rlsp 这个应该不是那个20 -78的吗 sub 这里也减了 rbx 这个看不太出来 我们按f9看一下 f9还能够断下来 断下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个a1308 这个数字 在 这个计程器里面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好像是看不到的 那么我们按f8 往下跟 好 往下跟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要 从这个 这里面要转到什么 rlsp加 28这个地方呢 看一下 好现在这个位置就是 rlsp加28 现在它里面的数据呢 还是0 我们要看一下 rlsp加28 这个地址里面的数字呢 什么时候给它写进去的 它的来源是什么 要这样去找 好像是把这个 rbx的值 写到里面去了 这里 就是这个rlsp加28 这个很奇怪 这个看不出来 这里 对吧 rbx 来看一下 刚好 这个rbx 就是这个a1308 所以说我们 很多时候算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一下 把这个数据给跟出来 那么 从rbx这样的一个推转的话 它是等于上层的rcx 加2f 所以说 我们 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给它替换一下 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rcx 加2f 后面来个0 我们就可以什么 可以给它去掉了 也可以暂时保留 好 我们试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同样的能够转到这个 水量这个地方来 好 同样的 我们 现在 a8这里转回来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是吧 知道是这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rsi 它有没有被改变 我们看 置信到这里的时候呢 rsi 并没有被改变 没有被改变 没有被改变 那么没有被改变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从 rs 加a4 给它替换进去 好 替换进去 rsi 加a4 好 好 我们再带 带进去 试一下 好 那么从这个地方过去的话 它也是我们的 那个 选量 那证明这个地址也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把这一段记录一下 好记下之后 保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找这个rsi了 先把rsi的值呢 先取出来 替换进去 高亮显示rsi 向前走 好 这个又是我们的上层是吧 上层呢 我们以它为 占底 这里 110 120 13 14 前面还有很长一串 然后是大概在180到190之间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个188 我们看 188 调用的 是否是94A350这个地址 不对 这里转 转过来 从这里看的话 应该是不对的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地址 这里看不出来 我们再再回过头 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这样看不出来的话 我们继续往前找一下 这里还有个加木本 跳过了 说明还在前面 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下个断点 试一下 好这个地方可以把断点取消掉了 好这里的依然 可以断下 可以断下的话 我们就比较好 处理了 直接看一下它的 这个rcx 但是这个rcx 你看 A1010 这是 A1308 它们之间 差了什么 差了 8个字节 差了8个字节 31 A1010 RSI 看一下 RSI 之前的 中间有段 我们 没有跟到 但这里插了8个字节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 看一下 rcx 这个地方是rcx 是没有错的 rcx 010 加2 LeftBuy A1308 一个是 A1010 这个 好像不对 再看一下 r12 之前的话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写的rbx rbx 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才是308 这个地方才是308 rbx rbx 这个地方是308 那我们刚才是rcx 是这个010是对的 因为这个公式 刚是我没有更新的 应该是这个加上rf8 刚才没有写权 这样是对的 这样是对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转过来看一下 这个公式是对的 在这里下个段铃 重新让它断下 返回到上一层 这一层 就是这个地方 310 应该是从这个地方向 再看一下rlcx 310 是这个公式 好我们向前找一下rlcx 是从这个地方 是从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我们 再向前走的话 好像走到这个地规里面来 好像是自己在调用自己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函数头部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下个断点 这几个地方 我们先下个断点 f9 好这个地方是函数断点的话 因为从在这里来分辨的话 这两个括 它不是很好分辨 这个函数头部的特征 它不明显 不明显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 才是函数头部 那么这个rlcx 5310 这样能够对上号 好我们返回上层看一下 然后是返回到这个地方 返回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rlcx 是不是又 来自于另外的数组 这里有个rlcx 加rlcx 看一下rlcx168 就是相当于是rlcx168 那么 这个呢rlcx我们看一下 它目前变化没有 我们看rlcx 需要退回来一下 需要退回来一下 可能这个rlcx 加这个可能是变化 我们看一下 6×4这边 rlcx 加d吧 好 我们用这个数字来看一下 这个数字再来加168 我们看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我们就直接带入这个数字 a1 这样带进去的话 看来这个rlcx它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之前下来 退回来那一段 我们退回来看 也就是这一段你看它是没有涉及到这个rlcx的 它是没有变化的 好 我们再退回来 那么从这里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 把rlbx的值取出来 那么是什么呢 这里就是 这个值加上 d8 再加上168 然后这个就等于我们的后边的这个5310 我去看一下 你看 刚好就是这个5310 所以说 在这里做一个等价替换的 首先加两个 这个公式 再给带进来 然后转过来 这里 就指向我们的 这个学量 指向3940成 好 那么我们 需要继续向前找 我们先把这段特征的 先把它给保存一下 当然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尝试 就是这个rlbx 在ce里面 搜一下 那么从这里来看的话 来看 后边 它带了一个什么 lostyark 点 多少多少 实际上这个rlbx呢 它已经是模块的一个机子了 我们ce里面应该也能够直接找到 这个数字 它本身就是一个那个机子 我们返回上一层看一下 应该就在它上一层 加 38左右 这个位置 你看 是不是 本身这个子 它就是一个 机子 这样我们就已经找到了 因为你要注意看一下 这个计程器后边 如果它这个数值前边 它带了一个什么 模块 加这个点 加这个点 就可以了 它是这样的 带了模块 加这个点 这个值它是直接收不到的 它能够收到的是什么 它能够收到的 它是里边这个值才能够收到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机子了 这个东西 所以说它收不到 在这个呢 在ce里面是收不到的机子的 因为它本来 这个数字 是吧 这个数字 你在ce里面是收不到的 不行 我们再试一下 你看它是收不到的 这个数字 它因为它本身 在这里就是一个机子 当然有可能能够收得到 但是这里呢 因为它里面的数据是0嘛 所以说我们收不到 如果它是一个特殊的数值的话 那么我们在ce里面是能够收到的 你收0本来也能够收到 但是包含0的地址的话 它可能几千万个是吧 它数据太庞大了 一下子显示不出来 比如说你收 后边这个是吧 这个特殊的数值 它是能够收到的 因为它比较特殊嘛 这个数量包含的比较少 你看 一下子就收出来了 它就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地址 是吧 但是这里面它包含的是0 本来你也能够收到的 但是 你可以 另外的 给它 写入一个特殊的数值 那的确能够收到 比如说你收这个数值 现在它是一个非0的数值 是吧 那你这样 你是能够收到的 但你去收0的话 比如说 它的这个数值为0 但是包含 0的这个数值呢 它太多了 是吧 所以说你反而 看不到了 你看 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多 大概有 我看这里 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有6亿多个 是不是 这占太多了 是吧 我们反而找不到 那么最终的 我们去取一下它的模块的机子偏移 在c里面 我们看一下 它的模块地址 就是这个 取出来 拷贝一下 这里粘贴一下 把前面这一部分 取出来就行了 那么这个数字呢 它实际上 这两个数字 实际上是等价的 我看 9d8 这里应该少了一个8 这两个地址应该是顶强 我们试一下 加个0 你看转到的是不是同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把公司带进去试一下 公司在这里 我们带进去试一下 好 你看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直接指向我们的 这个整数了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它本身是数族 本身是数族 那么也就是那个4a那个坐标的话 它下一次会变 就是这个4a 那么这个4a的话 理论上来说它可能存在一个单独的 一个机子 来存放这个4a 当然这个4a的一个来源呢 我没有去 分析它 它可能是存在这个 一个机子的 我们看这个4a 它来源是在哪 哪部分 好像是在这里是吧 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 这个rx.4a 它来自于r8d r8d的话 又来自于前面这个r r sp加44 那么这个东西它来 来什么地方呢 这个需要去根一下 可能也来自于前面什么地方也可能 这个r8d 它肯定是有一个来源的 这里来自于rsp加44 但rsp加44的话 不太像是前面的某一个数字的来源 可能是这个quad里面 去取得 取得的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在这里下个段 看它能不能够走到这里 能够走到这里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rlsp 它走不到那里去好像 走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rlsp加44 rlsp加44 它来源于什么地方 rsp加44 rsp加44的话 这个时候它是26b 不是4a吗 我们按 f8之后看一下 f8之后它等于0 r8 这个时候也等于0 难道这里面有循环吗 看一下 再 r8d rx.0 现在进来的话 那么等于0的话 应该还是从这里边来的 但是它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看一下 里面是不是有循环 这里 那么我们暂时就不 这里有个循环 但这个循环 它不是跳到前面 这里有个大循环 这里有个大循环 它那个下标不停的在加 下标 这里的话你看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弯日循环 这个弯日循环的话 它肯定会让那个下标来给增加的 在循环的开始 所以说你要获取这个角色对线的话 实际上我们还要去另外去分析一个这个4a 它应该角色对象这个4a的话 它应该有一个机子 或者是有一个机子 偏移来存放这个4a 我们要取得一个固定的4a之后呢 然后 才能够从这个数据里面 准确的 取出我们的这个角色对象 那么我们今天分析的这个机子偏移 虽然是 现在是可以用的 但是重新进入游戏之后 由于它这个下标4a的变化的话 那么有可能导致它 不能够用 有可能导致它不能用 所以说如果你要去取这个 它的血量的话 我们应该什么呢 应该要去找一下这个4a的一个来源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向分析 是吧 今天呢我们暂时来就分析到这里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数据 还有一个数据 不是在什么地方 除了4a的话 是不是另外还有数据 我们看 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分析 是只有这一个数据还是 其他的一个数据 这里的话 好像看就是4a的 把我们当前的 找一下 注释 第一棒啊应该是在这里 好我们把这一段 再备注一下 这里有有相应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空白段 把这个空白段我们 给它刷处掉 刷处掉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更上层 它的一个调用源 好 它是在这里的一个空白段 然后把它放下来 这一段我们把它保存 这一段我们把它保存 今天呢我们暂时就分析到这里 如果后边啊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4a 它的一个变化啊 这一类的 它的一个来源 只要把这个下标给固定了 把我们角色对象的ID 在这个数处里面的ID 给它找出来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机子偏移的方式 来搜索这个血量了 但是呢我们在分析 上一节课分析的时候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它是返回了这个血量的 就是这个括 这个地方它不是获取对象 应该是获取属性的 当时呢我们跟它备注的 这个是叫获取对象 实际上它返回的是血量 那说明它获取的是什么呢 获取的对象的一个 应该是对象的一个属性 当时误认为呢 它是一个 就是 误认为呢 它是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因为当时看错了 把这个 把这个返回值呢 把这个R14呢 看成R15了 看错了 才以为 这个是返回的对象 那么实际上 它这里的话 返回的就是 那个血量 而且 这里呢它返回的是角色对象的一个血量 而后边 后边我们找到这个R15来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血量 所以说的话 我们要分析的话 还可以就是从 从这一个括进去 应该也能够找到那个对象的ID 它可能还是要去访问那个宿主 但具体适不适得呢 我们下一节呢 再进到这个括里边 可以详细的去分析一下 最终呢 它应该是进到这个括里边来了 进到这里了 它这里是怎么来得到这个数字呢 我们明天呢 再做一下相应的一个分析 但是 这个地方的话 它有一个关键的参数 还是这个 就是这个RSI 这个RSI 我们看一下 RSI的话 你看 它是前面这里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话 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这个对象 会不会 就是我们也是我们的那个 角色对象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但这个地方呢 我们暂时没有分析 我们明天呢 再来详细的分析一下 就是说 从另外的路径去分析一下 它前面的那个对象 这个应该不是对象 我们也跟它改 应该是对象属性 应该是对象属性才对 那个应该也不是ID了 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呢 属性ID 这个应该是属性ID才对 这样跟它背注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一段 给它背注一下 因为它返回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血量嘛 看一下 这里返回的是血量 我们把这一段 把这一段 拷贝一下 但是它的这个RSI 刚好就是难于这个地方 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属性ID 哦 这一段啊 这里 这里可能是我们的脚 这里可能也是脚色对象 但是我们要打个问号 具体是不是我们不太清楚 我们把这段拷贝一下 然后后边的这个什么EB啊 后边的这一段 我们明天呢 接着从这个地方来分析 明天呢我们继续分析这一段 今天呢我们暂时分析到这里 这个RSP是不是参数 我们要看它那个堆栈是吧 要看它的函数的一个头部 如果它的头部没有这些push的话 没有这个sup和push的话 那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但是这里它分配了局部变量了 是吧 那你看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为例是吧 那么这里 RSP加130范围的 还有 它实际上还要加上这里的一个 10 20 要加上28 它实际上分配了一个什么呢 在这里占了多少空间呢 大概是占了158的一个空间 因为前面都是减嘛 所以说这里的 RSP加 00到RSP加1 158这一段 它都算是我们的局部变量的空间 只有超出这一部分的 比如说 它在这个RSP加5 8的那个基础上 比如说它再加上我们就是 Core压占的呢 8个字节 好 那么后边的 后边的从20这个地方开始的 这才是我们的参数 这才是我们的参数 这个计算比较麻烦 不建议通过这种方法来计算 最好是去直接跟数据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一样 你直接下段 直接去找数据的来源 更加的简单一点 这种 这种一个计算的话 它并不是很准确 有时候显得比较麻烦 不推荐这种方法 好 今天我们暂时到这里 影片我们再讲